向我们吹气 向我们施恩 让我们能够认识圣灵的大能 认识三一真神的奇妙 我们仰望你 求你来引导我们 我们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我们读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我们 一同翻到 关灵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 零后十三章十四节 好我们一同来 愿 大声一点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们特别要注意感动这个字 原文是什么 是communion 与圣灵交通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 提摩提摩提前书 1st Timothy 三章十六节 对不起 提摩提前书 三章十六节 好我们一同来 大灾 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借在 荣耀力 那么这也特别提到 大灾 敬前的什么 奥秘 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 三为一体 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 这些是个奥秘 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 以为是奥秘 就没有办法能够 好像理解或者说明 你发现在这里特别提到 大灾 敬前的奥秘 马上就解开 这个敬前的奥秘 是什么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解释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理解 这个奥秘 只是说这个奥秘是 过去是隐藏的意思 没有被启示出来 所以我们看不见 或者说是非常深奥的 神在肉身显现 在一般的理性 没有办法理解 很深奥 但是并不表示说 这个奥秘 就是没有办法懂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 破了一些神学难题 我们就说 这个是奥秘 我们不要讨论 不是用奥秘来推讨说 奥秘就是很难懂的 没有办法明白的 不是的 奥秘 只是知道 若神不起事 没有人能够明白 按照人的理性 按照人的研究 也没有办法能够了解 但是有神的启示 有神的说明 这个奥秘能不能够了解 能够了解 所以同样的三维一体的真理 我们今天要从三维一体这个角度来认识圣灵 那首先 假如有人问你 基督教讲三维一体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表达什么是三维一体 想想看 怎么来说明 最简单来说明什么叫三维一体 三维一体 三个维一格好 同一个神 还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 有没有想到比较更具体一点的 什么叫三维一体 对 三个维一格 同一个神 三合一 哇 这个很好 咖啡 糖跟奶茶 我们想到三合一了 这个也不错 所以 假如要简单来说明三维一体 初代的教父 他们用个简单的图表 神 或者用英文写的更具体 神的本手 神的本手 这位独一的真神 唯一的一位神 除我意外 没有别神 这位独一的真神 他有父 有圣子 有圣灵 这位神 父 天父是神 圣子 是神 圣灵呢 当然 也是神 但是 天父 不等于圣子 是两个独立的位格 有独立的思想 情感 意志 甚至跟彼此对话的 独立并存的 要同样 圣子 不等于圣灵 他们两位 也是独立的位格 圣灵 不等于天父 但是这三位 是 并存在 一个本体里面 as one being God 那解释 初代的教父 用最简单的一个图 来说明 三位一体 那等一下我们 需要 一步一步 来证明 这个三位一体 我们要从经文里面看到 独立的真神 There is only one God 除他以外 没有被神 然后要从经文里面 证明 天父是神 证明 还有什么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同时也要找到一些经文 证明 这三位是同时 并存的 distinct persons 并存又独立的位格 更重要的一步 他们是 合一的 They never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所以我们需要 找到 这几方面的证据 才能够把整个 三位一体的真理 到达出来 那三位一体的真理 最大的难处 因为圣经里面 没有这个 terminology Trium God 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字 来描写神 也没有Trinity 三一 这个字 最早期用这个terminology的 是谁 是Tutulian 教父 Tutulian 所以很多 比较极端的 或者说没有这个 神学道统的 一些极端 甚至异端 他们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 道统 不接受 尼西亚圣经 他们觉得这些 都是人的发明 人的理论 他们讲得很熟灵 只说我们只信圣经 圣经有的 我们不接受 没有的 我们不接受 听起来也 好像很熟灵 对不对 但是 像 野华见证人 他们基本上是完全 不接受 这个三维体 这个观点 他们说 三维体 圣经里面没有说 像野华见证人 Jacobhan Fingers 他们对圣灵的认识 跟介绍是什么 圣灵是什么 从他们的教义里面 知道吗 野华见证人 他们也曾经有圣灵 但是他们对圣灵的定义 是什么 有没有人接受过 野华见证人 其实他们 在美国很活动的 在这个 东南亚 他们也是很活动 他们最有名的一个杂志 就是守望台 常常在Macy门口 一些白货公司门口 他们就放个摊位 就发那个杂志 守望台 非常热心 传他们的野华见证人 那从野华见证人 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他们什么 只相信旧约的野华 只是 就是最高的天赋 所以见证野华 不相信野华 是三一的真神 所以他们基本上 只相信圣灵 是一个 active force 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从神出来的 就好像太阳 它很强大的热能 射出来 神叫 父神就像野华 神就像这个太阳 那所产生出来的热能 这个就是圣灵 是一种能力 就好像 产生一种 风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们也少得 这个灵这个字在原文 就是风 所以这种力量 是numa 或者ruach 希伯来文 基本上就是 win 他们觉得圣灵 是一种力量而已 那同样 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异端 摩门教 他们对圣灵是怎么看 摩门教 他们基本上 不承认圣灵跟父子 是一体的 是独立的 另外的 一个存在的神 比耶华精神好一点 但基本上 不成为是一体的 成为 认为圣灵是 从 父神独立出来的 好像是 第三个神 一个小神 所以 很多不同的异端 假如他不接受 这个离西亚圣经 不接受这个 道统的信仰的话 很容易 产生 这么一端 那我还记得我 去年在香港 培训的时候 有一位传道人 他也带领一个教会 几百人 这个 我也讲到 这个圣灵神学 这个他就 下个之后就 就 就说 王老师 我觉得 你讲的有问题 我认为 没有所谓 三维一体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天父 就像国王 主耶稣 是王子 圣灵是什么 做事难以为宰相 他的 圣父 圣子圣灵的认识 是这样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一种三分的话 在教会历史 是属于什么异端 是类似什么 有没有听过 亚流派 属于亚流派的异端 耶稣是赤党的 天父是 最有力量的是国王 然后 耶稣是个王子 不是这样三分 subordination 这是亚流派的错误 那两年多之前 我也听过一个牧师 他在中国教会 还蛮有名的 结果听到他讲到了 他就提了一句 他说 我们的神 其实是圣父圣子圣灵 是在不同的时代 we're a different uniform 在不同的时代 穿着不同的外衣 彰显出来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听他这种说法 你觉得有些 像什么异端啊 第二世纪有个异端 叫 沙伯流 形态论 有没有听过 这个异端就是说 其实只有一位 独一的神圣 他的旧约 彰显出来就是 天父耶稣 所以比较严密 然后到恩典时代 他就配上圣子的外衣 同一位神 同一个神 他穿上另外一个外衣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到了圣灵时代 现在 他跟世人的接触 他都配上了圣灵的外衣 同一个神 用三个不同的形态 方式 跟人彰显 其实 第二世纪 一个 很可怕的一章 叫 沙伯流 沙伯流 所以 无论在过去教会历史 或是今天 你发现 假如 你没有好好在这个 大灾 敬虔的奥秘上面 好好的 不但是读圣经 而且能够了解 这个的道统 从这个 Aphodoxy 从 尼西亚圣经 一直 来了解 整个道统 对三维一体的看法 你单单自己读圣经的话 很容易 会偏差的 沙伯流 Sabeleans 对啊 所以这种 用水的三态 就是沙伯流的形态论的 一个异端的错误 非常好 所以这个比喻 就引起 为什么连这位传道人 还是在中国教会蛮有名的 居然说 神在不同的时代 穿了三个不同的 uniform 当他一用uniform 又是我吓一跳 哇 他是我认识很久的一位牧师 还是满被神使用的 但是 那么基要这个正理 当然我了解他的背景 他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 所以很好 只要用这个太阳的比喻 你发现他 最大的危险在哪里 这个比喻 可以把他并存性表达出来 对不对 有太阳 一定有光 有热 好像有三种 的形态 并存 不但是没有位格 而且不同的属性 看到了吗 阿德里西亚圣经是 父子圣灵是同尊同勇 圣灵是神 天父是神 耶稣是神 是同一个神的属性 但是你太阳光跟热 三样东西是不同的属性 太阳是那个本体 光跟热是它的一个 emittance 而且 它的atributes property不一样 热是一种热能 光是the photon 光子 跟太阳的本体 完全不同的属性 可以把它的并存性 coexistence 合一性 表达出来 那么 那个水的那个比喻呢 就没有合一性 是 冰就是冰 水就是水 进气就是进气 同一个h2o 没有错 性质一样 但是 不能把冰存性 同时表达出来 是吧 很好 所以刚才有人提到 Devra说 用珠 candle light 用这个frame 来做一个浴表 那我第一次听这个浴表 是林道连院长 跟我们讲的 他说 比较接近的一个浴表 也不能说完全 只是比较接近 就是你回家 关了灯 给一个蜡烛 注意这个蜡烛的珠光 不是珠光 那个frame 那个火焰 你发现有free distinct layer 有三个独立的layers 最里面的是什么 non-luminous 没有光的 然后中间呢 是blue color 然后最外层呢 是orange free distinct layer 是并存的 那么 也是珠光 这个火焰的一部分 不能分的 能够比较表达它的并存性 同时 也是这个火焰 你不能找那个火焰 没有其中一个的 只要是火焰 一定就是 有这三个distinct layer coexist 比较能够表达那个并存性 但是还是有缺点 你发现缺点是什么 它能够很好 把那个合一性表达 但是 当然 不能独立 有独立的位格 这个就没办法了 其实它连这个 每一个layer的 property 其实都不一样 non-luminous 在里面不会热的 真的会产生热的是 蓝色的部分 那个temperature 蓝色的部分 跟orange的部分 热量也不一样的 所以 寒是很难 所以 的确 好像 很难 在这个physical world 找到那些东西 来 说明 类比 这会超越 宇宙万有的神 那最近大家都看到新闻 发现这个 Galaxy 两个最大的黑洞 哇 我看到这个新闻 很兴奋 因为圣经 有没有提到这个黑洞 有没有提到 有啊 启示录是 20章 无底坑 任何东西进去 出不来的 就累死现在的黑洞 而且 这个科学家叫 马佩 是马佩忠 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能够用 看得见的工具 来测量了 看不见的东西 我觉得 哎呀 他会不会是个基督徒啊 神是看不见的 但是可以用 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来理解这位神 三维一体 的确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 很难找到类比 但当我们归纳 整本圣经呢 我们真的看到 一位独一的真神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而解三位 是独立的位格 并存 同时又 united 联合 在这个神的本体里面 有父就有子 有子就有圣灵 不能分的 你一讲独一的真神 你一讲这个 佛宴 一定就是有 freelance 并存 但这个不能完全表达 但是把那个并存性 让我们去体会一点 所以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圣经里面 先要证明第一点 它的独一性 one being god 我们先翻到旧约 圣灵纪第五章 第七节 对三维一体的认识 你的整个信仰 生活会很活泼 会带来很大的突破 我们一同翻到圣灵纪第五章 第七节 好 一同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没有别的神 只有我 接我耶和华 There is only one god One being god 然后再翻到新约 古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 First Corinthians 古林多前书第八章 好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第八章第四节 一同来 认到既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好 神只有一位 那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读 神只有一位 好 那这个 一位这个字呢 在原文呢 这个字我想我们都会读了 He 是翻读 英文是one 所以 神是 是唯一的 He 然后我们可以放成一位 或是 或是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 放成个也可以 但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He one There is only one one god 好 所以神 只有一位 one being god 在旧约 他的名字被启示是 耶和华 在耶和华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他原来真正的名字 当 神跟摩西启示他的名字 其实 在圣经里面所启示那个名字是什么 不是耶和华 是什么 耶和华 He is 他是 所以我很喜欢唱那首短歌 他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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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自称自己 我是 所以当主耶稣在 科西玛利元 一说 我是的时候 哇 一算了出来 这个名字有能力 让冰定被击倒 因为 I am 这个字 就是当初神 跟摩西所说的 I am 我是 神就是 I am 就是 那个being one being the highest being 那我们称神的时候 就是 他是 他是这个字 希伯来文就是 Yahway I am 所以我们礼拜六 希伯来文课都会研究到 耶和华的名字 因为你们也会看见这希伯来文的 母音之音 你就会长个了解 哦原来神的名字 原来是 Yahway 那么 犹太人不敢 因为 死掉界面说 不可以忘成耶和华的名字 所以他们读到 圣经 Yahway 这个字的时候呢 他们都不敢读Yahway 要读什么 Adanai 主 Adanai 但是 后来 希伯来文的圣经 要读母音 原来希伯来圣经 没有母音的 就像我们的 中文字一样 没有母音的 但我们会读 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一样厉害的 我们不需要读音的 我们会读 对对中文 他们原来希伯来文圣经 也是没有母音的 没有读音的 但是他们怕 慢慢会不会 一传 传下去都是 其实读音会偏差 所以他们就在 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 标了母音上去 但是麻烦 碰到Yahway这个字 究竟 要标什么母音 因为他们独时读Adanai 从来不敢读Yahway 所以他们很聪明 就把Adanai的母音 放在Yahway这个字的下面 就产生一个新的读音的字 就是今天的Jahuf 这三个母音 EOA 都是Adanai的母音 不是Yahway原来这个字的母音 那我现在不写希伯来文 礼拜六 我们就会把希伯来文写出来 你就发现 哦 原来神的名字是Yahway 而这位Yahway的神 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 从整本圣经新旧约 我们就发现 这位耶和华真神 他是有三个位格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耶和华就是天父 这个statement 常常很多人就是这样讲 我不晓得你过去的观念 有没有个观念说 旧约的耶和华就是天父 有没有这种观念 很多人有这种观念的 特别旧约 让我们看到耶和华那么严厉 就好像那个很严厉的父亲 管教 会愤怒 会击打 耶和华不等于天父 但是很多时候 当你读旧约上下文的时候 包括新约上下文的时候 讲到神 常常是 彰显他是天父 所以耶和华 不等于 这位耶和华真神 不 完全等于是天父 不是对等的 结果耶和华神 有三个我一个 他很多时候在旧约 你从上下文 最少有十几处的经文 你看上下文 耶和华彰显他自己 启示他自己是父 Manifest himself as God the Father Not equal to God the Father 这个叫非常小心 这个观点 否则的话 你做 变成 沙波流派 神就是天父 只是 到了新约 他就配上 耶稣的外衣 到了圣灵时代 他都配上圣灵的外衣 神就是天父 甚至 沙波流他们认为 是天父 定在石下 因为 是天父嘛 就是 因为独一的 神就是天父 只是他在 不同时代 在新约时代 他是 彰显自己是耶稣 其实定在石下上的 是天父 其实 完全 沙波流派 一段的说法 所以 第二观念 耶稣 是 这位独一的 真神 除他以外 没有 被神 但是 这位 耶稣 真神呢 有三个 位格 在他里面 Three Persion God United In The God Head 所以 我们要证明 天父是神 那这个经文很多了 我们只看一处 我们 约翰福音第六章 二十七节 好 我们一种来读 二十七节 不要为了 避坏的食物 劳力 要为了 存到永生的 食物劳力 这是人子 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 是父神 所印证的 这里 特别清楚 父神 我们在天上的 父 父神 所以 天父是神 那么 有什么经文 可以很明显 就证明到 耶稣是神的 很多经文 是不是 最明显是在哪里 耶稣是神 好 我们放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 我们说约翰福音 所有描写的 是高举耶稣的神性 的确的 开动名义 第一句话 就把耶稣的神性 高举起来 我们一同来读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看到了吗 道就是神 这位道就是 十四节所说的 道场的肉身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正义的 耶稣基督 所以道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那 有没有经文 特别很明显 说到圣灵是神的 有没有 圣灵是神 我们放到 十四行传第五章 还有很多经文 当然我们 只是把 一些比较明显的 等一下我们会 花更多的时间 从 圣灵的位格 跟圣灵的名字 来证明他的神性 好 第五章第三节 到第四节 一同来 彼得说 亚兰里亚 为什么撒旦 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 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 价银 私自留下几分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金卖了 价银不是你 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 其解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 所以从这两节圣经 前面提到圣灵 欺哄圣灵 后面提到 欺哄什么 欺哄神 圣灵就是神 不单要我们看到 这位独一的真神 有父 有子 有圣灵 每一位 都是神 那么 从旧约 也 有一些经文 要我们看到 这位独一的真神 可能是 超过一个位格的 plurality impression 我们看几书 旧约的经文 创世纪第一章 一开始 开宗明义 旧约 第一章 第一章 二十六节 好 我们一同来 神说 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子 照人 好 有没有看出来 the plurality of the person in God 这也特别用一个什么 代名词 我们 好像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在这个永恒里面 在交通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子 来照人 我们 然后再翻到 创世纪后一点点 十一章 十一章 第六节 跟第七节 好 一同来 耶和华说 看啊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了解释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的了 我们下去 在哪里 辩乱他们的口音 好 有没有看到 耶和华 这里用的代名词是什么 我们 Prolang说 我们 看到吗 又暗示 神 的多维格 再翻到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 就更好像具体的一点点 十八章 第一第二节 好 又提到耶和华了 我们一同来 耶和华在曼尼像树 哪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是正日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坐 他一见就从帐篷口跑去迎接他 伏伏在地上 好 这里耶和华显现用几个位格表达自己 三个 圣父圣子圣灵 当然到新约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楚 但是旧约已经把神的位格再表达出来 不是一位格一神 这位神绝对是超过一个位格 所以第一我们从经文里面证明的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神 第二我们从经文里面证明到他有三个位格 而每一个位格都是讲到他是神 然后第三步 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找到 这三个位格不是代表三个独立的神 这三个位格的神 三个位格的神 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就好像这个佛言一样 不能分的 所以要我们看几书的经文 他们的合一性 那么我们先看《愿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十节 Vers 10 好 一段来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好 看到了吗 父与子是在永恒里面 就是不能分的 父在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要再读后面 再从十七节 我们慢慢来读 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 好 一段来 就是真理的圣灵 来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偏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也活着 到那时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这里明明宣告 圣灵会在 新路的里面 主耶稣又圣天 怎么 耶稣又说 不多时候 你们却要看见我 而且 说 到那时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主耶稣没明圣天 怎么耶稣会在我们里面呢 只兴趣 谁在我们里面呢 圣灵 表示有圣灵 就有主耶稣 有主耶稣就有什么 就有天父 这位神 是完全合一在一起的 有子就有父 有圣灵 就有圣子 有圣子 也是有圣灵 所以 这个经文是基本上是表达 the unity of the free person God 我们在 我们在 读这个 约翰飞第十章 三十八节 又提到什么 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 父里面 然后 上面 三十节 第十章三十节 一同来读 我与父 圆为一 so united in one 圆为一 这不能分的 有子就有父 有圣灵就有子 所以圣灵内住 就是耶稣的内住 那么这位的真神 那么 也从 这个 受洗 跟 这个 诸岛里面 的算告 也看到这位神是 有父 有子 有圣灵 所以 最明显就是 在大使命里面 马德彬二十八章 十九节 比如说拆牌 我们要什么 去死万民 你知道吗 做主的门徒 奉什么 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实习 但是 我们在保罗神学 讲得更妙 这段经文 在原文 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实习 在原文是 把他们 Baptize Into Father Song And Holy Spirit 所以原文 更能够把 这位神的 合一性 把我们 把他们 施洗 进入 父子圣灵里面 这位真神 是父子圣灵 也不是单单 奉上一个名字 Baptize Into Father Song And Holy Spirit 所以从这个 受洗的 这个的 宣告 看到 这位神 受洗 贵入 真神 就是 这位真神 就是父子圣灵 同时我们刚才 所读的经文 过年到后书 第13章 14节 愿什么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 天父的慈爱 跟圣灵的感动 其实应该加上交通 因为原文是 Coinonia Communia 这位 从 这个从神来的 祝福 Benediction 这位神是什么 父子圣灵 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的 救恩 圣灵的感动 与交通 常有我们同在 所以 这位神 祂是 three in one three person in one God 而且 每一个的person 他们的位格 是独立 并存的 有没有一个经文 看到他们 是独立 同时并存的 最明显的历史 在哪里 很聪明 我们翻到 马太福音 第三章 1416节 好 一同来 耶稣受了洗 谁机 从水里上来 天父人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 神的灵 仿佛格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有没有看到 何等荣耀的一个图画 耶稣在约旦 然后 神的灵 仿佛格子 降在他身上 其实这个是 给施洗约翰的 一个记号 因为施洗约翰 领受神的话 这个 这个圣灵 在谁的身上 他就是 结尾弥赛亚 谁就是用 佛跟圣灵 施洗的 所以这个记号 很重要 圣灵的降临 如种格子 看得见的 然后同时 也有什么 天父的圣灵 父 子 圣灵 同时并存 但是在本体里面 绝不能本的 这个神奇妙就是 奇妙在 既是 Distinct person 同时又是 合一在一起的 三而一 一而三 这就是三维一体 比较难懂的地方 既然是三个 three person 都应该是独立 好像是三个神 但是又不是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回教 默默默默德 他不了解当时天主教 这些异端 天主教他们也没有 好好地教导圣经 教导真理 所以他觉得天主教 当时的Catholic Church 在搞多神论 甚至把一些圣徒 都变成神 满天都是神 彼得也是神 这个圣徒也是神 拜圣徒 拜圣谷 所以 让人心混乱 所以你发现 今天为什么回教会产生 其实是当年 我们基督徒的错误 没有把真理讲清楚 甚至是拜多神 所以才产生 默默默默默默默胜 要真的是 更没有救赎的真理 他们只相信耶稣是 其中有一位大限制 如同莫罕默德一样 是one of the great prophet 最大的限制是莫罕默德 所以我想周迪兄从埃及来 他都一定知道他们回教的这些理念 但是他们的产生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我们没有把三维一体的真理讲清楚 特别是当时整个的天主教 不但是三维一体的真理没有讲清楚 连得救的真理也没讲清楚 整个救赎论神论完全错误 所以基本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回教基本上就跟犹太教 同样的错误 整个的犹太教 你发现犹太人为什么要把耶稣钉死 其实他们把耶稣钉死 他们以为是为神大法热心 因为他们整个传统的观念 神是独一的 怎么 还有另外一位 祂是神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当耶稣说 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 这是萨克雷 这是邪都神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独一真神的观念 犹太教 回教 基本上都是这种观念 没有三维极的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整个正统基教的信仰 从教父到现在 从这个里希亚圣经 宗教会所接受的 一直 这个orthodoxy 我们坚持 我们就会证实 有父 有子 有生 好 所以我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把 这个三维一体 基本的定义 跟证明 说明出来 所以刚才提到 耶稣钉承人 这个异端 我们教的异端 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内 我告诉你 特别在二十世纪初 所谓的五旬节 浮信运动 Pandecastature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 基要的教会 对五旬节运动 那么的反对 不但是那个 那个外显的一些现象 让人很难接受 倒在地上 讲放言 教 这些 很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在当时的五旬节运动里面 差不多有 我看这个数字 有五分一 基数这个数字 one fifth 当时的五旬节中 有五分之一 是不伤心三维一体的 可以说 他们只相信 耶稣 所谓Jesus only 他们有一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后再会详细的说明 我们只看 他们的道理是在哪里 看十二十世纪第二章 三十八节 一同来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是 走被领受所示的圣灵 他们就说 你看 不是奉夫子圣灵的名受洗 是奉谁的名 耶稣基督 Jesus only 这位独一的真神 就是耶稣 只有耶稣 要受洗 归入他的名下 那么五旬节中 有一个招牌 叫做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在我们湾区 有时候你开始 也会看到他们的招牌的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基本上 他们也是 只相信耶稣基督 不相信天父 在洛杉矶 有一个传道人 他曾经来过湾区 好几次 因为他的爱心跟见证 我真的暗示 他写的本书 叫《警辩的女人》 我不要提他的名字 你们知道 知道的就知道 他很有爱心 但是当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跟他一交通 再看看他原来的宗派 他是属于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完全不相信 圣父跟圣灵 只相信耶稣 甚至他会问你 你当初受洗 是奉什么名受洗 假如你当初是奉 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他说不行 也是错的 要Repetize you under only Jesus name 他们变成现代的重洗派 要把你重洗一次 奉耶稣的名受洗才对的 他说你奉父子圣灵是不对的 我跟他查圣灵 来跟他讨论 没办法沟通 他说这位独立的真诚 就是耶稣 唯独耶稣 淡淡的耶稣 讲得也很熟灵 唯独耶稣 淡淡的耶稣 只有耶稣 但这个是从救恩的角度 不是从神的本体的角度 神的本体是什么 父子圣灵 所以几年前 06年 在洛杉矶不是有五旬学运动 100年的celebration吗 可能有些人会知道 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 那么 很多比较信仰归正的 对灵恩开放的教会 他们不参与 包括Peter Wagner 他们不参与这个运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celebration 他们邀请了 这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宗派 就是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因为他们是 最灵恩的一部分 是所谓五旬节中 其中一个重要的后代 但是他们的 三一神论是错误的 讲得不好听 因为把他们当作异端的 怎么可以再一起celebrate 这里 假如比较了解背景 一看他们的celebration 当时我收到他们的 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为什么Jack Deere Peter Wagner 很多这些 都不参与 但是看到 参与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就是 联合五旬节中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我就知道了 他们是大异端了 怎么会跟他们同台 celebrate了 他们的神 跟我们所信的神 其实是不一样 只有一些圣灵的现象 可能是一样 但是非常危险 所以其实解释 其中一个原因 当我们再过几个礼拜 或者一两个礼拜 我们好好地研究 五旬节第一波的运动 第一波第三波 为什么很多 富音派的教会 基督派的教会 很多不能接受 是有一些原因的 不但是他们一些 基本的定义有问题 临近等于讲方言 基本定义都是错误 包括他们一些现象 都混乱 一样很难接受 但是最严重的 有五分一 One fifth 他们认为 他们只接受圣灵的引导 只读圣经 唯读圣经 圣经没有讲的三维一帖 他们不接受 这个原则听起来很熟灵的 也是好像是很对的原则 你没有办法攻击他们的 Bible alone 也就是马丁路德讲的 Bible alone 但他把这个Bible alone 就唯独圣经 圣经没有讲的三维一帖 他们就不接受 这个信仰的 纯正的道统 从尼西亚圣经开始 这个道统 不接受 他说其实是遗传 是传统 是tradition Human tradition 所以可怕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 在二十世纪初 那么多的基欧派的教会 他们反对这个五旬节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连神论 善意神论 这个那么重要的真理 他们都偏差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我们在旧文论里面提到 就是说包括我们的祷告 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借着他的名 他的救赎 他的宝血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世人作前 不但我们的祷告 来亲近神 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 完全是借着耶稣基督 他的名 所以你发现 耶稣甚至介绍说 你们向父 无论求什么 奉我的名祈求 就无不得着 也是强调 借着他的名 奉他的名 所以其实彼得跟保罗 一直在高举 耶稣基督的神性 高举他的救赎 是借着他 而不是借着犹太人的守律法 功德 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所以也有当时的一个的 时代神学的背景 是神要透过他们 把耶稣基督的救赎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因着他得救 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 其实大使民的 那个standard formula 应该是一样的 他们就把整个三维体 用这句话就打掉了父子圣灵 所以林院长很可爱 我在华盛德的时候 他说 其实受洗最好的一个的 宣告的formula是什么呢 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你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 太可爱 他就把死的行传跟大使命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不会产生这种错误的分裂 跟偏差 又高举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 奉他的名 for the sake of Jesus Christ 因着他的救赎的恩公 我们可以归入这位 三一真神的名下 何等荣耀 谈到很多问题 所以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 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施洗 the benediction 林后十三章 还有刚才读到了 约翰飞第十章 我与父缘为一 等等的节色经文 都是提到unitive 应该还会有 我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 但是在旧约那边最可爱的 都看到 创世纪第一章 十一章 十八章 都看到这位耶和华 是more than one person 对 所以耶和华显现的时候 是三个位格来显现 对不对 所以比较明显表达 他们的unity呢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对 别的比较 可能还会有一些 但是这几个经文 是比较重要的 the unity 好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离西亚圣经 非常宝贵的 这个信仰的告白 在你们的讲义上面 应该有嘛 离西亚圣经 那我们知道 这个离西亚圣经 它的final version 基本上是 祖后381年 这是这个君士坦丁堡的 这个大会 所最后离定的 但是 它的基本的版本 是在这个 三二五年 离西亚这个地方 读音 有这个基本的版本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离西亚圣经 我们一同来读 我信 独一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 并造有形无形的 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 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圣子 在万事之前 为父所圣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圣的 不是被造的 与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 主受造的 主为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育 同真女玛利亚 取着肉体 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 比拉多手下 为我们丁十字架 被害 埋葬 照圣经 第三日复活 圣天 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 必有大荣耀 在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他的国 无穷 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是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 把这个从父子出来 花起来 等下要讨论一下 与父子什么 同受敬拜 同受尊勇 承接 就先知传言 好 我们就停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尼西亚圣经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算个什么 上帝 神是天父 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独圣子 他也是主 他也是神 然后圣灵也是主 而且最后的结论 父子 圣灵 什么 同受敬拜 同受尊勇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同尊同勇 所以这个同尊同勇 基本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约恩负义十七章 不但是 父跟子的合一性 他们是同尊同勇的 十七章 第四节 我们一段来读 好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 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传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 同理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 以前 我同理所有的荣耀 耶稣降生 降杯之前 他原来 周与父神 什么 同享荣耀 因为他的降杯 他到空 放下他那个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他的容行 但是 但是耶稣的祷告 他要被钉死 他要复活 他跟父祷告 要同享 这个 以前那个的荣耀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跟父神 同顺同意 圣灵 也是 但是最正论的 有两个地方 第一 就是 同受敬拜 看到这句话吗 也是我们的 既要的信仰 在礼西亚圣经里面 表示说我们 不但敬拜天父 跟天父祷告 我们也敬拜 耶稣基督 也跟耶稣祷告 最后一个最困难 真的要 父子圣灵 同受敬拜吗 表示也要什么 敬拜圣灵 跟圣灵祷告 也是最难的 另外一个难处就是 这个圣灵 是否是从父子而出 这句话 很正能性 也因着这句话 引起了西方的教会 跟东方的 大分裂 我们等一下再 讲一下这个背景 当然这个在历史神学里面 我们发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最少要 读这个 离西亚圣经 知道这两个地方 很重要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谢谢大家 观看 请 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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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